他在这看那几个 你去打架呢 打完架了 看看孩子在打呢 现在是吵架呢 走了不给你们吵了 快穿衣服走了他们快点 快穿衣服 过来别吃那啥都往嘴吃呢 啥都往嘴吃 就得吃就得吃那不能吃 不能吃那放鞋上去那吃啥呢 你小样你藏起来啊 啊哎还还我去吃还我去吃是吧 快穿衣服走了 看爸爸给买的漂亮衣服快看 看看还只看我的谁拍的谁 哎呀哎呦哎呦干啥啊干啥又弄东西啊 给爸爸给爸爸送下去 哎呀买买买 哎嘿 买买买了是不是啊 判那个给爸爸送下去 你不让我走吗 гу 不让我走啊 我不走啊 不走不走不走 回头 他走了 啊一瓶走 啊 他丑问你 行了走走走走 他在屋里跑了 你干啥你喝多了 啊喝多了 我走了 安爹 嗯 出身 妈妈拿着衣服拿着舒服我不能够你 我妈妈 拿着 好啦 有什么 那 那 ама 你不要 你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 来 搬着 搬着 今天跟我老公出来 他有一个客人要给他钱 约两远见面 我来吃个饭 你要吃什么 那我也吃饭 炒面好吃吗 还有炒面 那我们点一个炒面 点一个汤面 海参门烹饭 那好吃 这是我们的吗 我们点了一个汤面 我们点了一个炒面 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韩国这个就是 汤的越南米线还挺好吃的 看那个网上嘛 然后有一个 不是那个 越南的媳妇嘛 然后人家嫁到 还嫁给韩国人 然后开了多少家 500个 500家这个 越南米线的连锁店 不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然后哎呀 发家支付了 跟人家韩国老公代选了 我发现这韩国人找外国媳妇的都能 那你能开什么饭店呢 嗯我不能开就是饭店 开以前的 不能 哎呀 这一开始我也想开饭店 我想开那个麻辣烫 然后老公给我就直接打死在摇篮里了 说你不要开 你看看人家的媳妇 人家开了那么多的那个越南米线店 人家有策划 人家有啥都有 不用策划 人家不开始一开始 从小店开始吗 这种小店开始吗 我们也要开始知道吗 开个这样的小饭店 对不对 多好 然后我就可以在韩国给你开个连锁店 嗯 那之前开开的时候 你不知道开 现在都人家麻辣烫 遍地都是了 人家开啥来开了 反应劲儿 大家在国内有没有什么写的好的项目 现在国内有什么新的火的食品吗 告诉我一下 除了麻辣烫以外 麻辣烫 你之前说开那个煎饼锅吗 那个都多少年前了 就是麻辣烫也是好多年前 我们中国就火的 然后现在被韩国这边弄火了 我都听到看了那个 哎呀外卖店开的话 需要多钱多钱 嗯 现在就是不知道 国内有什么流行的东西 你看 小龙虾火了 韩国小龙虾火了 是不是 你看羊肉串 中国人都喜欢吃吧 嗯 你看在韩国也火了 是不是啊 所以咱们得 看 我得回国考察一下 我觉得 或者大家告诉我一下 你看那个 还有什么卖那个面食的 你看他们都都老挣钱了 是吧 还有重庆小面 对 我的贵人 你给我发大个菜 哈哈哈 别发大费 滚 哈哈哈 哎这还挺好吃的 真的 你说上次我说要开麻辣烫店 你让我开我 那哎 那现在我没准备第二个店了 真的 OK 你看现在满大街全是麻辣烫店 哎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跟你听我的话 你看当时我爸出去那排店 但你没去吧 然后你看你就 没破产 你要去了你看看 哎呀妈 那完了 孩子得喝西北方 媳妇喝西北方 西北方都红上 找完西北来打花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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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喝西北方 找完西北来打花上 好 啊 所有都没有红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吗 我不能 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听你的 你你你有时候合着事 比我做生意厉害 但是有时候我的思想 跟你不一样 对 对 北大 但是我就说你可以有那个计划 好好走啊 你可以好好练 对 好好检查 对 好检查 对 但是 今天同事们说的那个 胡子 那一句是 有点 心下的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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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开的这些的 半年呢 这个 这个 跟我家的这个 披发的 披发店不一样 对 你跟我不一样 所以我做我的 你做你的 你别管我 不就把事了 出事了 我认识的 我叫披发店 没有那么多 是因为我们 百股大 但是你要 披发店 你要出事 你找披发店 你怎么不投钱 你 你不投资房租吗 你不装修吗 我没装修啊 你不装修你的店能进去吗 不行啊 肯定不行啊 我没有装修啊 尤其说 你的要偷子做 我说的是 这个 这个炒面的 你不要了 这个炒面 我要的面 我觉得有点臭 有点臭 你把这个汤 这个炒面的 我们吃完了 然后他来这里 算账 因为欠了好久的钱 好像 让我老公来拿钱 给钱了吗 还没给拿 那啥呀 算账 随身带着笔的 多收点钱啊 多收点钱回去开店去 哈哈哈哈哈哈 我开饭店 你开服装店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嗯 因为我以前不是干过那个煎饼果子店吗 所以我就一直想开饭店在韩国 而且韩国也有一个综艺就是 嗯 那个 不叫什么了 白宗园 然后他 教别人做煎饼果子 哎呀而且韩国没有早餐 这韩国的地方吧哈 哎呀 找到一个好项目 我觉得开个连锁店 那肯定能整整起来 我老公老师打磨我 不能听他的 回来了 嘿嘿嘿 算完了 嗯 多钱 多钱给了 给了 嗯 嗯 好了 我们现在回家了 下午他办公室的那个 嗯 什么那个那个 最大的职员 哈哈哈 要来我们这边的办公室来品评 今天有品评会 所以我们要回去办公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回家 下午 还有